能够快速 能够去 十二负用的电脑 让这个颗30能源不仅在纸面上 而且在实践上能够做出来 我们得到我们的心思 为我们的心思 这也是我们希望更多的向德国 向其他的发达国家一起来学习 各位嘉宾 各位网友 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周瑞 2022年是中国与德国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 作为欧盟最重要的经济体 德国与中国在经贸投资领域的务实合作 近年来已经成为推动中欧关系 行稳致远的重要压仓石 为进一步利用好中德建交50周年这一契机 推动中国与德国和欧洲进一步实现合作共赢 携手引领全球低碳发展进程 我们举办的这次中德气候对话活动 邀请中德两国的政商学高端人士围绕气候议题 展开深度对话 本次活动由中国新闻网主办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联合会协办 首先由我来介绍中方参会嘉宾 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杜翔婉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 下面有请我们在德国首都柏林现场的主持人 中心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心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 为大家介绍德方嘉宾 好的 非常感谢周瑞的介绍 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有幸在柏林现场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德国联邦议院前副议长 中国知乔协会主席弗里德里希博士 第二位嘉宾是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联合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先生 欢迎舒曼先生 yeah, vielen Dank, zunächst mal einen wunderschönen guten Morgen, schönen Nachmittag nach世纪 菲菱名, viele Grüße aus Berlin, lieber Prof. Durchan Wang, lieber Wang Yi 我加拿你 非常非常幸福 督stem 决赏 充个 的 孽子 发展 托尔 наруж 澳 卧能 我认为那些人物体操作,在人物体操作,在录音上的帮助, 这些人物体操作用的东西,在人物体操作,在人物体操作,在人物体操作. 我认为在各种双方的进行,在股中的进行者, 中国和中国的合格 共有维持续 和国家共有维持续 能够和您的会计 是在这两个问题 一部分问题 和中国的重要方法 如果我回到 我望到到2050 Q2-Neutral性 以中国至2060 但到达向到 有些更加上的 现在 就很像是在这一点看的 健康器用尔的智商 有两个分量一个 Они 有一个电源 一个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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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其他方面 在形成的物件中,像是水素, 尤其是在用的工程中, 在那些物件中, 物件中,物件中, 而是不理性的物件中, 他可以在世界上的物件中, 可以在货币上的物件中, 可以在水素上的物件中 它可以得到较移座, 以为您需要那么既然 而是因为那些国要化 对的大部分做了 孤独的决定 对于利用国传选 起来为没有 在对于佛科码的法活 我们都有关注措施增加 我认为达对中国的比例 是因此重要 因为中国有组成一个大利时 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发展 我们必须在各方面的地步 我非常担心 所以我感谢每个地步 和中国的交流 和每个交流 我对于气候变化的问题 以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都讲得非常清楚 这就是我想起来 气候变化 特别是当代气候变化科学的形成 过程当中 德国的科学家 来自欧洲的科学家们 是做了很重要的贡献的 而现在应对气候变化 这件事情 欧洲的科学家们 包括德国的科学家们 也在努力的推动 这一点呢 我们有非常共同的语言 就是风能和太阳能 它有间歇性 有间歇性 有时候几天没有太阳 有时候几天没有风 这种情况下 如何保持社会 工业 经济所需要的 稳定的能源供应 电力的供应呢 这就离不了储能 所以刚才 华尔弗里德利奇先生说到这个氢能 这个氢能 就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储能了 那么一个 现在的思路 就是让这些 这样的可再生能源 让这样的间歇性的可再生能源 跟储能结合起来 氢能很重要 但是说起氢能来 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如何制氢 因为氢是二次能源 制氢 比较多的手段 是拿煤来制氢 煤是可以制氢的 但是煤制氢 首先要排放二氧化碳 这样就有违制氢 我们利用氢气的初中 初心 所以呢 欧洲也非常明确 我们作为方向也很明确 就是制氢 应该发展滤氢 应该是非化石能源来制氢 这样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制氢 第二个呢 怎么用氢 这个用氢呢 我觉得就是要 首先氢气有很多的用途 比如说工业当中的应用 但是我们今天首先 把它考虑到需要储能 用氢把不稳定的太阳能 风能存起来 等到没有风没有光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出来 这样 从道理上讲 这个是可以做得通的 但是呢 恐怕还缺乏时间 我们两国不仅在这方面 有很硬的气候变化 有高度共识 而且面临着同样的 或者类似的问题 困难有待解决 我们可以一起 在这方面多做一些交流 好吧 谢谢 几乎的总种 货带到游�的消息是统乱的一场消息 需要的重量到达到游�的消息 产生的货带到尽量的货带争 争的使用产兆有短期间 而是尽量的一场货带争 联酷工程度是一场货带争的货带争 能力以为一种货带争的货带争 在几乎的货带争 和有继带争的货带争 经緣和经营者有很多信息 我们可以遇到最后一世纪的经典 2008年之后 也就是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 那么中德的气候的合作 也在迅速的增加 这两年尽管在疫情下面 我们仍然在环境的气候变化方面 有非常多的合作 非常多的交流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纪念这50周年 进一步来加强中国跟德国之间 在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合作 也希望我们这个合作延续下去 我们需要围绕着气候变化问题 我们知道它是超越国家 超越意识形态的 这么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所以对此我们要淡化 我们在价值观方面的冲突 更多的去促进 开展这种务实的合作 开展务实的行动 另外我们也可能要 更多的去选择这些优先领域 刚才大家已经说到了 比如刚才说到轻能 轻能的话 中国的发展 轻能是非常快的 我曾经到西北地区 看过一个滤轻的生产 我们从太阳能的光伏去生产轻 然而这个轻 在将来要考虑 有不同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来驱动燃料电池的重型卡车 比如说用轻能 来生产更多的化工燃料 所以这应用场景 需要我们要克服我们的高成本 以及更高的去提高的效率 这需要我们中国跟德国之间开展合作 德国在这方面的德国能源转型上有非常好的经验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设备制造 以及大规模应用降低成本方面也有很多很好的经验 就是我们知道在巴黎协定之后 实际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仍面临许多的挑战 那么在这个挑战过程中 中国和德国作为两个大国能发挥什么作用 所有相关具体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就是中德如何通过合作 去促进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 第二个中德如何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 来带动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 那么第三个就是中德如何合作 来推动全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是 我们已经出台了我们叫做一加n的一个政策体系 它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是减碳的问题 要涉及到我们整个的产业的变革 产业的绿色叫全面绿色转型 要促进我们能源的转型 同时我们的消费体系在贸易体系也要往前发展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 但是这个系统的话需要我们 在我们叫learning by doing 怎么干中学 它不可能一蹴而就 所以这可能也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在实践当中去总结 这也是我们希望更多地向德国 向其他的发达国家一起来学习 那么同时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条 就是说我们要开展第三方的合作 也就是说中国跟德国跟其他发达国家 去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来一起来实现能源的绿色发展 我觉得这个中德合作非常重要 当中国研究自己的能源转型的时候 我们经常引用德国的例子 还有丹麦的例子 所以我非常关注德国 我们最近有一些专家到德国去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访问 给我一句譬如这样的话 能光浮处接光浮 德国能装光浮的地方都装上光浮 这一点给人印象很深刻 就是分布式的光浮发电 这当然是给人印象很深刻的了 但是无论是德国还是丹麦 数据表明 现在我们往可再生能源走 这个方向很清楚 但是我也在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包括德国和丹麦都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同时 如何让它实现稳定的输出 还是刚才我提这个问题 如何在这方面 德国能够很好的积累经验 我们希望在这个方向能够多合作 多交流 让可再生能源 不仅在计划层面 不仅在纸面上 而且在实践上 能够做出来 让人能够信服的 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Dr. Friedrich和 Dr. Friedrich 还有您的东西还能够提供 在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可以证明 那是可以 能够充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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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技术 会为我们的技术 能够充断 所以我们现在的步骤 我们现在的步骤 利益上去的一步的CO2是很重要的 我们们迎订阅中国的中国的中国共产 我们在多国生的技术 特别在其他产生的利益 就好与社会 有很多 yelling 我们用的检查 而是要做得更好 我們要做這個動作的動作 我們要做這個動作的動作 而不是這個動作的動作 因為我們看到,在這動作的動作 並且這不是不太好 那是不太好